大家想看的晚餐来了 前不久我来纽约最大的自助中餐大饱口服了一下 那天是星期三中午 我做了一集视频 没想到收到了将近700条留言 有观众问能不能介绍他们的晚餐 我决定在我回多伦多之前去吃一顿晚餐 有关这个餐厅的地址价格等信息 还有我之前做的午餐视频 我已经放在了这个视频的下方 欢迎查看 我现在到了这个大饱口服的这个楼上 我大概半个月前来这里就是吃了午餐 因为后来又特别怀念他的这个海鲜自助餐 所以我就决定再来吃一次来吃他的晚餐 那么刚刚我就看到他这个墙上 你看他这里有写 大饱口服是一个不需要小费的餐厅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可以说是 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我们加拿大 就是为了这个餐馆收小费 现在已经是讨论的不可开交 好现在我们就进到 现在我就进到这个餐厅来 刚才我问了这位前台小姐姐 汽水果汁和珍珠奶茶 还有什么可乐雪碧都是免费的 他晚上吃的呢和午餐还是有 在菜市上是有区别的 晚上的呢就是吃的更丰富一些 音乐 那我们看一下他晚上的这个海鲜包柜台 第一个呢是香辣水煮鱼 这个呢是蒜香清口 这个呢是手抓海鲜 这个带有一点点辣味的 嗯他有很多的这个海鲜食材 有黄帝蟹呀 这个大的贝壳 还有锣 还有锣 那么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香辣翡翠锣 后面呢是鱼露石锣 这个是晚餐的炒菜 我们来看一下 菜花炒虾米 干扁丝鸡豆 泡椒田鸡 麻辣小龙虾 还有玉米 陈皮鸡 陈皮鸡 这个呢是cheese呢烤的土豆 沙汁核桃大虾 沙汁核桃大虾 清炒菜心 清蒸桌宝鱼 清蒸海黄棒 这个棒很大 韩式牛仔骨 这个是四汁炒贝壳肉 这个呢是四汁烤生蚝 避风糖田鸡 这个田鸡我小时候就很爱吃田鸡 这个是香煎羊扒 炒海鲜 炒蔬菜 蚝汁鲍鱼 葱姜石头蟹 炒公仔面 公仔米 这个是金银蛋炒饭 这里呢有椒盐大虾 这个是蒜蓉蒸大蚝 这个呢 XO酱 鲍鱼扒 我就觉得这个鱼扒是鱼肠鱼肚 这个是椒盐螃蟹 香煎牛仔骨 这是我拿的第一盘菜 有这个粉丝蒸生蚝 这个呢有一个鲍鱼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贝类 这个有一个大的这个clean 这个贝壳肉 还有亲口蒸的这个cheese 蟹腿 这个是香煎羊排 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香煎羊排 一般我是不吃羊肉的 但是这一家羊排真是煎得特别好 我觉得可能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羊排 因为有时候我会去那些中东人开的羊排店 去吃尝过一下他们的羊排 都很硬 但是它这个羊排呢真是特别特别嫩 而且一点羊山味都没有 也非常进味 这个鲍鱼呢也很好 就是说不是那种很硬的都咬不动的鲍鱼 我觉得我非常推荐的就是这个羊排 然后这个鲍鱼也非常好 这个盘子里拿的菜呢 大部分都是中午的时候午餐没有的 那么我强烈推荐的呢 还是这个香煎羊排 不好意思啊 就是重要的事情 啰嗦三遍 这个呢也是烧烤的 甘蓝 三色胡萝卜 巴西烤菠萝 这个是卤的墨鱼 这个是卤的墨鱼 这个是广式的烤煮猪 修油 这个是擦锈蜜汁叉烧 这个是喜悠鸡 酱油鸡 这个是烧烤排骨 这里有四川凉面 四川的口水鸡 这个是海草 salad 这个呢是海鲜salad 有各种各样的海鲜 有虾呀 有鱿呀 有鱼子啊 这个呢是蟹肉salad 有蟹肉和各种各样的瓜 这个呢是章鱼salad 这里呢有醉鸡 这里呢是中西式的凉菜 这个毛豆 也就是枝豆 这个是salad 这个呢是土豆salad 这个是蜂蜜烤南瓜 韩国泡菜 这个是凉拌黑木耳 这个是菠菜 这是我拿的第二盘 这个有这个小石螺 这个比较小 我们以前在南宁的时候 吃那个炒天螺 那个天螺就比较大 这个呢有个大的翡翠螺 还拿了这个卤的 磨斗鱼 这有一个修勇烧肉 这凉拌的八爪鱼 醉鸡 蟹肉凉菜 这个炒的小石螺呢也非常进味 但是它就是和我们这个以前小时候在南宁吃的炒天螺呢 味道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南宁那个炒天螺是一定要有紫酥的 要是我没记住好像还有沙浆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我拿的这个翡翠螺 把这个螺肉挑出来 就因为这个翡翠螺很大 这个螺肉呢也非常长 我刚才吃了一块这个螺肉非常鲜甜 它这个烧肉也不错 因为烧肉它的皮特别脆嘛 就是这个广东修涌 就是它最主要就是这个皮要做的特别脆 这个川菜呢 口水鸡和醉鸡呢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醉鸡 这个醉鸡真是可以说是非常进味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挺值得推荐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做的四川的这个凉面 因为平时川菜有时候我吃不了 也太辣了 但是它这个四川的凉面 我觉得哎呀非常的进味 这个呢有 我觉得这晚餐这个真是特别精华的地方 就是这个呢 有这个牛肉各个部位的烧烤 这里呢还有北京烤鸭 这么多了 我可以吃了 有这个牛肉吗 你喜欢牛肉鹅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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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3 4 3 3 4 4 1 4 1 4 4 5 这两道菜呢 是晚上才有的 这个呢 就是各种牛的部位的烤牛肉 我要的是 就是牛肉眼吧 然后呢 要了一个北京烤鸭 但是它这个面呢 不是北京烤鸭的那种薄薄的 像春饼一样的 这个像是一个馍 这个牛肉的rib eye 它旁边还有gravy 就是一些汁 我也要了一些汁浇上去 现在尝一下它的味道 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rib eye 它的肉呢 真是非常的嫩 做得很嫩 这个北京烤鸭呢 它加着馍来吃 也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北京烤鸭的鸭子 烤得也非常 这个香酥焦脆 味道非常好 这两道菜 这个是晚餐才有的 我觉得这有点美中不足的呢 就是它配牛肉的这个gravy 就是这个汁 做得有一点稀 要是能够把这个汁做得再浓郁一些 那就更好 这个呢 是日本的刺身的bar 我们看 有各式各样的鱼籽 有三种不同的鱼籽 这个呢 是黄尾鱼刺身 哇 它这个鱼子很大 这个是青鱼刺身 红稠鱼刺身 red snapper tuna 这个是红金枪鱼刺身 这个是三文鱼刺身 白金枪鱼刺身 white tuna 北极背刺身 这个是各式的生鱼片 做的刺身 这个呢 是芥末八爪鱼刺身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海鲜的 这个冷的bar 这里有虾 后面是翡翠螺 这个蟹呢 是石头蟹 这个是雪蟹腿 这个是一种贝壳 可能叫蛤蜊 这很大的 这里吃都是生吃的 这个是生蚝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寿司 哇 哇 这里还有很漂亮的寿司船 这个摆的真是很漂亮 拿了一盘日本刺身 这里有三种不同的鱼子 它这个就是已经帮你拌好的生的刺身 有三文鱼 可能还有别的鱼 这个芥末八爪鱼呢 我觉得也很不错 味道 以前我还从来没吃过 这第一次吃这种口味的芥末八爪鱼 它里头啊 还放了一些这种像是这种咸菜还是什么 在里头一起拌的 所以呢这个八爪鱼这个口感呢 吃起来呢是非常的脆 这里呢是日式的铁板烧 那么可以在这里呢 就自己取各种各样的菜 这个呢有鸡柳 后面呢是鱿鱼 还有大虾 还有干贝 三文鱼 这里呢还有鹅干 还有一些青菜 西兰花呀 这个是牛肉 后面是肉眼牛排 然后有蘑菇 洋葱 这些青菜 还有乌冬面 日式炒面 好我等了半天 现在终于等到我吃这个日本这个铁板烧 那个小师傅麻烦你帮我要片鹅干 鹅干啊 还有呢 再要几个扇贝 要三个扇贝 然后呢再要点鱿鱼 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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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够了 虾要不要三文鱼 虾要一个虾吧 两只 再要一片鹅干 三文鱼要不要 不要三文鱼够了 鹅干 哎鹅干 麻烦你再给我要一点洋葱 啊洋葱 好就这么多 好谢谢 现在这个小师傅在帮我做这个日本铁板烧 我刚才看了他之前给前面的客人做铁板烧 他可以说是特别精益求精 我觉得是我见过做铁板烧里头啊 这个师傅里头可以是说做的最轻易求精的一个师傅 他在做牛肉的时候是看到牛肉有些边边角角不好 他都是切掉都不要的 其实在拿这个日本铁板烧的食材的时候啊 我非常纠结因为我看到这里有steak就是牛排 而且呢他这个牛排的牛肉的部位非常好 他不是那种纯瘦肉的有那种牛油在中间 因为我实在吃不下这么多所以呢我就放弃了牛排而是选择了这个鹅肝 但是如果您下次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强烈的建议您呢就是一定要拿一块这个牛排 这小师傅帮我准备了一片面包 这个等会是配鹅肝吃的 好我的这盘日本铁板烧做好了 看看这个精益求精的小师傅给我做好了这盘非常棒的铁板烧 看着就非常好 看看我要了这个铁板烧 这个鹅肝呢刚才我尝了一下 这个肥鹅肝一煎了之后啊 它就会出很多的油 配上面包和香菜吃呢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香 然后煎了虾 然后还有这个袋子 以及这个鱿鱼须 我吃过很多次铁板烧 不光只是在多伦多还有到别的国家旅游的时候呢很多那个度假村都有铁板烧 但是我觉得这次铁板烧是我吃过这么多次这么多年以来最棒的一次铁板烧 所以如果您到这个店来吃的话我真是极力推荐您就是来吃它的铁板烧 尤其是它的这个铁板烧鱼肝那非常的一流 还有它的带子 当然还有它的牛肉 因为它牛肉有两种有牛肉片和这个整个的牛扒 但是我实在吃不下了 这个是日式章鱼丸 后面呢是脆浆木瓜条 这个是炸的蝴蝶虾 这个呢是炸的香酥蝴蝶 这里呢 披萨 芝麻蒜香排骨 这个是柠檬黄油烤的三文鱼 这个是日本式的猪肉锅贴 后面是炸春卷 这个是烤玉米奶酪干贝 韩国薄饼 洋葱圈 这个是炸鸡块 这个是鸡肉串烧 香酥鸡翅 后面是这个炸薯条圈 这里还有个琵琶鸭 好现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汤 晚餐的汤 这个是酸辣汤 这个呢是奶油贝蝶汤 这个是波士顿龙虾汤 这个是吉子乌鸡汤 你看里头有这个乌鸡在里头 这个呢是东湖鱼肚羹 我现在请这位大姐呢帮我做一个这个 法国薄饼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啊 我中午的时候呢 她帮我做过一次我觉得特别好吃 所以现在晚餐来呢 我还要再继续要一块 我大概在1996年1995年去巴黎的时候啊 早上呢也经常吃这个法国薄饼 但是呢我觉得这位大姐做的就是跟那个法国街头卖的那个做的是一模一样 对麻烦你帮我加点巧克力酱 还有蓝莓吗 啊再要点蓝莓 好 好这位大姐帮我做好了 非常棒 好谢谢您谢谢 现在打开来给大家照一下 这个Nutella也就是这个巧克力酱啊 它一配到这个热的饼之后啊 它就能散发出一种特别香的味道 这里呢就是广东的我们叫 湯水 那么呢先看这个哈 这个呢是芋头西米羹 然后呢这个是花生木瓜 白木耳糖水 然后呢这里有 这个我很喜欢的芝麻糊 芝麻糊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它晚上的这个甜点啊 这个呢是红糖瓷巴 里面呢是芝麻球 这个呢是榴莲酥 这个是花生糯米糍 就是里头有花生馅的 这个呢是焦糖布丁 后面这个是brownie 是巧克力的一种点心 这个是芋头做的红豆仙草冻 羊汁干露 芒果布丁 草莓酸奶 椰子糕 吉子桂花羹 这个是冰皮奶黄 这个呢是法式奶酪卷 这里呢还有一些这个甜点蛋糕 这个是jello 这个是哈密瓜西米羹 这个是西班牙油条 这个是巧克力喷泉 等会可以斩在上头吃 这个是棉花糖 那么就可以斩在这个巧克力上 这个是滚动的 星期六晚上人比较多 下面向大家汇报一下 这个星期六晚餐的价格 每一个人呢加了税以后是60美元 这个是不需要付小费的 那可能是超费之一的 这个是200元的价格 我愿意感谢 这个是好奇董 加热 加热 发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